而先前冒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拨打恶搞电话的电台主持人梅尔格雷格也表示 接线护士萨尔达尼亚死亡的消息让她崩溃 并表达对其家人的潜意 格雷格和另一位主持人迈克尔克里斯蒂安 4号分别冒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储查尔斯 致电凯特王妃所在的英国爱德华七十医院 打探王妃怀孕状况 接线护士萨尔达尼亚信以为真 转接电话后遇7号发现在遇所身亡 英国警方至今没有公布死因 目前两名恶搞主持人已经被无限期血藏 他们不仅不再出现在节目中 而且关闭了包括推特和脸谱在内的所有社交账户